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讲安徽相访高级实战教程 这是一套全新的课程 主要侧主义实战 重在讲一些老相师走街串巷的经验所得 以顶尖的江湖记忆和最佳的教学方法 来为各位义友服务 让各位义友能够汲取知识增长才干 从而更好的为人民服务造福于人 安徽相访是安徽民间自古就流传的一种看向的记忆 它不同于其他的相面方法 有其独特的技巧和方法 尤其是在过三观领域 有着非常惊人的地方 安徽降着的一些相师 身怀相许的绝技 走村串巷 用眼瞄人一眼 就能侃侃而谈 什么父母存亡 弟兄几个 排行老几 子女几个 阴阳斋状况 每件事都说的百发百中 安徽相访 他既可以断人生大事 断六亲体系 断人生运气 断人生事业 吉凶祸福 又可以断家居风水 祖坟风水等等 其他数数呢 能断出来的 比如说奇门敦甲 能断出来的 罚字能断出来的 六元能断出来的 我们安徽相访 照样能够断准 安徽相访 照样能够断准 并且呢 一些临时发生的事件 也能够断出来 而且断的速度非常快 这是其他数数 所不能比你的 去年呢 我们呢 出版了 这个是一套呢 就是安徽相访 初级教程 就是那套呢 蓝色背景的教学视频 那种蓝色背景的 想必各位一久呢 有的人呢 很多人呢 都已经见过了 并且已经学过了 就是这一套 大家看看熟悉过 这就是我们出的 去年出的 这套视频发出以后呢 受到了广大义友的追 受到了广大义友的追捧 由于相学本身呢 是一种知识面 特别广的学问 我们呢 在那套课程里面呢 只是讲了一些 相学的初级知识 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 充分掌握 安徽相法的基础内容 为我们学习高层的相法 打下坚实的基础 随着各位义友的 不断学习深入 我们紧接着呢 就出了这套 安徽相法最高层的课程 这套课程呢 就是安徽相法高级实战教程 这是一套全新的课程 也是那个安徽学派 最高层的方法 最高层的这个技术 技能 以实战 主要是以实战为主导 过三观 断六亲 百灵百压 断人生 断人断事 百发百中 这就是写错了 不是百发 是百发百中 在这套课程里面呢 我们将我们呢 将把安徽相法所有的知识点 毫无保留的贡献给大家 这套课程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把重点内容放在实战上 我们采用了大量的图示 以及真人的照片进行讲解 结合大量的真人案例 来给大家解析 解析的相法之中的一些知识点 让大家呢 学起来简单 用起来轻松 这套课程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 从此呢 打破了安徽相法几千年的清规戒律 彻底亮出了安徽相法的真面貌 用这几个字就可以简单 就可以总结我们安徽相法 简单实用 次量不千金 安徽相法呢 虽然看得很准 但是有的意义 也就是问我 经常这么问我 他说安徽相法 我能学会吗 虽然你看得这么准 我能学会吗 是不是特别的复杂呀 是不是特别难懂呀 那这里 这里呢 我也说一下 安徽相法是最简单的相法 比一般的相法 还要简单 所以看着才准 只有简单实用的东西 才是最可靠的 安徽相法在所有的数据里面 可以说是最简单实用的 简单实用吧 四两拨千金 学我们这些知识 绝对不像学其他东西一样 让你煞费苦心 只要把重要的知识点掌握好 就可以了 没必要读太多没用的东西 那样只能是浪费时间 在我们这套课程之中呢 比较核心的内容呢 还属于过三观领域 其实过三观呢 并不像大家呢想象的那么难 你们之所以感到难 就是因为方法没有找到 只要方法正确 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就能断准 下面呢 我就简单的 了解一下关于这方面的知识点 我们只是在这里稍微点一下 至于详细的内容 详细的内容呢 我们还是放在后面详细的去讲述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过父母观的一部分知识点 当然了 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大部分内容呢 还是安排在了后面 这里我们只是概括一下 如果讲太多呢 也没那么长时间 下面我们看这张图 我们把呢 整张脸一分为二 我们画一下给大家 从这 把整张脸一分为二 平均作用 平均了 从中线分开 如果 我们所看的一个人是男的 我们以男的来为例 如果女的呢 就是正好跟男的 看的规律呢 正好跟男的相反 那么 左半边脸呢 这左半边脸 就是左半边脸啊 就代表父亲 那么右半边脸呢 这整个的啊 这都 这都是啊 这是左半边脸是父亲 右半边脸呢 是母亲 右半边脸是母亲 先看一下左右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左右脸 这两张真的两个半边脸的对比 对比关系有什么区别的两件啊 有人说那不一样吗 那不是对称的吗 我告诉大家不一样啊 每个人的脸左右脸都不一样啊 不要想当然了 就认为它是对称的 不是不是对称的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如果呢 两个半边脸相差太多 则说明了父母的情况不均衡 打个比方啊 如果一个男的 左半边脸 长得比较平整光滑 没有明显的缺陷 而右半边脸呢 长得是比较扭曲 比较乱啊 比较有 就是说有一些乱纹什么的啊 还有一些物质啊 再有一些拔痕文痕呢 就是左右脸不平均 这边长得比较恶啊 比较坏一点啊 右半边脸长得比较坏一点 嗯 这说明了母亲的身体健康 比父亲的身体健康要超 那大家看出来了 我们就我们这种方法看 就是说是父母观的 不是啊 不是从这个日月角去看的 不是从日月角去看的啊 而传统像方呢 他只是从日月角啊 也不得从法令人 而我们呢 先是从整体上看脸型啊 这个呢 看得比较轻一点啊 你从远处就能看 如果说你只 只是看日月角啊 看这个法令人的 你从远处没法看 你只能离近了看啊 离近了有时候还看不清 有可能你怕人脸上看去 那也不对 是吧 你不能这么看 再进一步来看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啊 刚才说了 他右半边脸那个 比较扭曲 有乱文什么的 如果说再进一步看 如果右半边脸有明显的伤疤 纹痕黑痣啊 特别明显啊 记住一秒特别明显 则说明母亲已经过世了 伤疤纹痕黑痣 离眉毛 离这个眉毛越近 母亲去世的时间越早 假如在眉头呢 假如在眉头呢 假如在眉头这儿 有 痣 或者有疤痕 什么样的疤痕 刀伤啊 刺伤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伤啊 伤痕呢 留一个疤 所以说呢 就是说出现这种标志的时候呢 说明的在30岁之前 母亲就已经过世 就能过世 30岁之前的母亲就离去世 至于去世的详细时间呢 我们在后面有详细的讲解 这里就不多说了 如果伤疤纹痕黑痣 这些标志呢 在眉尾部位 眉尾部位 这些标志 如果说在眉尾部位呢 在眉尾部位呢 就不一样了 这个眉尾部位啊 它是呢 父母亲的命门所在部位 这边啊 是父亲的命门 这边呢 是母亲的命门所在地 如果在这两个部位 有纹痕 有纹痕 伤疤黑痣 这说明的 父母亲呢 所在的一方呢 去世的时间非常早 有可能 如果伤痕比较重的话 疤痕也比较明显的话 伤痕呢 黑痣啊 纹痕呢 比较明显的话呢 说明的 在一个人呢 在他五岁之前呢 父亲和母亲就已经去世了 比如说这 有个 挺大的 黑痣 或伤疤 或者一些闻痕 乱闻什么的 说明的母亲在五岁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如果说不太明显啊 这些包含呢 不太明显 但是有包含 说明呢 但是这些包含已经看了 说明了在十岁之前 母亲就已经去世了 母亲就已经去世了 如果在这些黑痣文传的八二 八二上八二在这儿 说明父亲去世的时间很早 大家左右 这边这个父亲 这边的代表母亲啊 大家能够就能够分清了 很快的就是给人家断肿 很快的就能给人家断肿 大家呢 可以注意观察生活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有很多这样的人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这有打智 这有个智 有明显的 这时候你就直接给他断 非常灵验 不可能错的 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过这个父母官的 父母官的一个标志啊 简单再说 说一个啊 所以有两个啊 再说一两个 就是看双眉的这个眉尾部位 就是看眉尾部位 也就是在那个父母亲的命门 所在的部位啊 如果这个眉尾 这个眉尾一向下搭了 眉尾明显的向下搭了 在这呢 这说明父亲已经去世了 去世时间的我们后面再讲 在这在右边那个眉尾一刀了 在这在右边那个眉尾一刀了 说明母亲已经去世了 非常灵验 还有就是说是咱们过父母 还有就是说这个天庭 整个的天庭就是天庭部位啊 天庭代表父 地则代表母 天高为父 地厚为母 看这两个部位 啊 已经分辨出哪个部位就说 好啊 哪个部位有明显的伤疤啊 纹痕啊 黑痣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的 你可以对比一下 也能看得出这父母亲的健康状况呢 这个也比较简单 我们说的方法都比较简单 且比较灵验 当某个方法 有一个对上 或者有几个 信息重合了 那么你又 你就可以贴口直断 就能给他断队 不要犹豫 大家只要 咱们就说是运用的熟练了 见的是 见的这个案例多了 自然而然的 这就是有那种熟练程度了 你这就是把握就很大 这样大家呢 就可以 慢慢的提高自己的水平 我们呢 只说了这几点啊 仅供大家参考 在这个因为我们第一章啊 是属于试看内容啊 说了这两点呢 供大家参考 详细的内容呢 我们呢 就是在这个 第二章去讲啊 在这个过三观 那一章去讲啊 另外呢 我们还讲了那种 父母亲的去世时间点 也非常重要啊 父亲去世了 什么时间去世的 母亲去世了 什么时间去世的 还有呢 父母亲兄弟几人 排行老几 也比较重要 这属于断六亲领域 我们的 我们呢 会在后面呢 一步一步的 给大家去讲解 希望大家呢 不要错过机会 下面呢 那我们呢 再看一下 过兄弟官的部位 部分知识点啊 这个字就错了啊 应该是部分知识点 其实过三观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根据五官的相互配合 以及五官的特征 来定准最后结论 任何一个结论 都有一个五官外形 与之相对应 都有一定的规律 只要大家掌握了这套规律 就一定能够断准 百发百中 我们呢 这套课程呢 就是给大家呢 找出这些规律 供大家学习记忆 然后自己运用起来呢 还能够得心应手 过兄弟官呢 首先呢 要从眉毛看齐 因为呢 眉毛呢 为兄弟公 所以 必看眉毛 啊 眉毛 我们呢 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把传统的东西去抛开 传统的东西 啊 要抛开啊 传统的东西一定要抛开 按照我们的思路去理解运用 肯定没错 我们先看眉毛的形状啊 根据眉形呢 就可以断出一些 兄弟观之中的关键点 首先呢 看看这个眉形啊 看看这个眉形 只要大家记住 特定的眉形啊 眉毛的形状是什么样的 记住一些眉形 就可以为自己服务 让自己判断准确 大家看看这个眉形啊 大家 只要看一下这个眉形啊 这个我用语言也没法表达 这是一种什么形状 大家记住啊 前面 比较虚 这呢 中间的呢 也比较就是说 容易点 在最后呢 往下走 我眉毛呢 往下有点 扫帚的形状 记住这个眉形啊 大家从你脑子当中 记一下这个眉形啊 不管我怎么表达 但是你看一下啊 用你的眼睛看啊 不要听啊 在这儿在看眉形的时候 要用眼睛看 用大脑记啊 这个眉形呢 说明的是男相 这是一个男的啊 兄弟三人 本人为老二 再看看这个眉形 这个形状 我画的比较清楚 应该是 眉毛的前面这儿 上面有根叉 下面有根叉 往里一起汇聚 然后呢 眉毛到这儿呢 下面比较浓 上面比较淡 然后到这儿呢 就眉眉这儿 不要乱一点 也分岔了 记住这个眉形啊 用大脑记 用眼睛看 用大脑记啊 这个眉形呢 是男相 兄弟八人 本人为老八 再看一下这个眉形 也是这个地方浓 这个地方浓 有几块浓的地儿 其他的地方呢 有这样的走势 有这样的走势 这个眉形呢 说明着兄弟二人 为老大 这个人是老大 这样的眉毛 这样的眉 我跟大家说的眉形 都比较典型 生活当中有很多 你都能用上 大家呢 在前面呢 只是举了这几个眉形 后面呢 我们再 举更多的 大家只要没事的时候 你去记一下 应该好记 你记住以后 然后根据就实际情况去对去 那也好对 这个没什么难的 你如果说你连这点功夫都不下的话 那你没办法学好 是不是 大家一定要就是说 该学的 该用的 该用功的地方 要用点功 坚持一下 就记一下 不要记住 就能学会 啊 这话你记不住 啊 这个我没办法 大家一定要就是说 用心去学 嗯 下面 看这个 眉形啊 这个眉形呢 记一下 这个形状 说明男相 所以哥里 后面呢 我们再详细的就是 看 多看一 多给大家出一些眉形 大家记一下 这个大家拿过来就能用的东西 这个眉形 男相兄弟三人 本人老三啊 本人是老三 就是男的 男的 男相 再看女相 女相 这是 这是 又美 又美 这个形容 前面 比较细 越来越粗 后面 前面比较浓 后面比较淡 这代表女相 一人 兄弟姐妹 就一人 这个形状呢 大家记清楚 我画的比较清楚啊 大家记住就行 代表女相 一人 姐妹共一人 这个呢 也是 女相 又美啊 又美 也是一人 姐妹共一人 最后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列比更多的 让大家学习更多的 眉形啊 大家只要记住呢 用起来 就好用 看完了眉形呢 我们再看眉毛与眼睛相配合的情况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眉形是这样的 刚才我们讲了一些眉形 大家应该有点基础了 这儿有种 这儿有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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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比较容 这儿比较 所以刚刚才那个是 不是太一样 一个本人为老道啊 这是男相 左眉左眼 兄弟三人 本人为老道 三弟对残疾 三弟 把眉毛分成三份 分成三份 老大,老二,老三,这种老三这儿呢,还疤痕,疤痕正落在眉毛上,眉毛代表腿 这是左眉毛,左眉毛肯定是左腿残疾,3D呢,左腿残疾 大家看一下这个眼的这个就是特征 再看一下眉毛的特征,然后把这两个匹配起来 然后再去看去,再去断事儿去 这个以后呢,在后面的课程里面呢,我们会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讲 怎么呢,根据五官的相互配合去断事儿,断准 一定要掌握大家,只有掌握了,咱们才能够断事的时候 才能够就是说是非常准确,不出差错 下面呢,再看,左右眼 大家看一下,这两样眉毛,这两个眉毛还不一样 大家能看出来,两个眉毛不一样 两样眉毛呢,说明有一父母兄弟 眉毛嘛,这边兄弟,有一父母兄弟 兄弟一个啊 这个人呢,就亲生兄弟就一个 两家合起来 三个啊,三个 母亲先去世 为凶死啊 这本相是27岁时 母亲先去世 这是母亲 凶死的一个符号 啊 这就是伤疤的 这一去世时间点呢,我们再以后再讲 这本相是27岁时 母亲去世 这个相呢,是一个女相 啊,是一个女的啊 长得男人的眉毛 为女强人 家庭责任堪强 对父母孝心 但是婚姻不顺 印堂平满 三阴三阳 平阔 印堂平满 三阴三阳啊 三阴 三阴三阳 三阳 平阔 生男孩 兄弟观我们就暂时就讲这么多 下面呢 我们再说一下子女观 过子女观呢 我们先看投胎生男还是生女 印堂 是管长子 印堂如果平满 高耸 光亮 开阔 投胎肯定生男 相反的就生女 如果印堂上长有宣真文 也叫展子健 那么长子一定站不住 再有看双拳 左拳高到 左拳高到 先生男 再有看三阴三阳 拳凹下去了 投胎必生女 如果三阳平满 再加上左拳高到 印堂平阔 肯定生男 无拳突天中 先女后生男 拳股低 但是天中呢 比较高 说明了 先生女 后生男 大家跟你这几点呢 去判断就可以了 有不懂的 再问我就可以了 至于子女观呢 有你子女有几个呢 是男是女 我们放在那后面第二章 去详细去讲 下面我们简单的看几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这张照片呢 是我平时给人看像 看像是留下的 这几张照片都是 这个人呢 是一个搞美术的 画画的 也就是说 是一个艺术家 我们呢 只要大家看一下呢 如何在这张脸上 快速的过三观呢 首先看如何过父母观 那么我给大家 我给出的结论是 这个人呢 自幼父母双亡 怎么看呢 我相信大部分的 一友会说 看日月酒 日酒月酒 法令文 看看上面有没有缺陷 就可以断出来 你说的也没错 但是呢 那种方法呢 用起来费劲 并且准确率不是很高 你就是看出来了 你也不敢给人家说 你不敢给人家说 你肯定不敢 你信不信 因为你没有把握 是不是 看一下我们的方法 我说呢 这个人呢 天地皆消 天和地 都是比较消的 比较消 比较尖一点 上课父 下课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人的额头是 尖的 笑吧 也是尖的 所以肯定刻父母 更重要的一点是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天高为父 地后为母 上面 接尖 说明刻父母 更重要的一点是呢 此人的双眉尾 下垂 这已经投过 胆着呢 可能大家看不清 但是实际当中的 双眉尾是下垂的 而且是自然大了下来的 这是父母去世的 决定性标志 那么 是哪一个去世呢 我们后面再详细的讲 这里呢 我们只是点一下而已 下面我们再看兄弟官 我给 我给你 再看一下兄弟官啊 此人呢 我给断出来 此人的兄弟三个 此人的排行占了二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人的眉毛呢 这个人的眉毛啊 有一定的弯度 并且双全突起 双全突起 兄弟必有三 额头上烧圆 必定排老二 子女官呢 中正的挖浅 中正的部位挖浅了 定是 七岁二十五 高岁二十四结婚 因为 在面相当中呢 有缺陷的那个部位 就是破身所在地 也就是说 结婚 婚姻 和应期 印堂高龙 印堂比较高 三阴三阳 比较饱满 偷胎 定是儿子 三阴三阳 又起卧蝉 这个起卧 这儿又起 起卧蝉一样 那么命中又有一个女儿 一儿一女 撑家门 当然了 孩子还很小很小 我们的方方呢 过三观呢 很简单 根本不用你去看大量的相学书籍 只要记住 我们 我给大家讲的知识点 就可以熟练运用了 当然了 如果你只是为了追求文化 研究方面 那么可以研究一下那些普通的相方书籍 如果只是给人家看相 就是为了给人家看相看准了 掌握 我给你讲的这些 这些知识呢 就足够用了 完全可以胜过所有的同行 让大家都对你刮目相看 并且呢 相信你很快就能够名扬四方 让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去找你去看 找你去预测 想起咨询 使你的财运呢 也会迅速提升 下面我们看 这个相 此相呢 父亲 兄弟三个 本人 他父亲本人排行老三 并且呢 父亲兄弟之间呢 绝二门 也就是说 其二大伯家 五子女 其二大伯家 五子女 此人 这个人 这个相 这个人呢 这个本人 曾经 有过一定的灾难 受过一定的血光之灾 经验证呢 此人曾经在 自己承包的工地上 从三楼 摔了下来 但是呢 只摔折了 几根肋骨 生命并无大碍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那么有的义肉 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他说 有的像书上写的看像 是吧 这需要在脸上呢 看脸上的纹路 才能确定一些事 看脸上的一些纹路 才能确定一些事 你比方说 看子女几个 要干眼角纹有几条 是吧 看兄弟个手呢 要看眉尾 有几条竖纹 这些纹路呢 很不容易观察 尤其是 有些人的眼力 不太好使 是吧 所以很难下手 很难给人家看出来 看准 又不能趴在人家脸上 脸附近去看 学我的安护相法呢 你不用担心这些 因为我们的相法呀 不同于普通的看相方法 用我们的方法呀 离得越远 看得越准 你根本不用说 到人家脸附近去看去 没必要 那么这个人呢 就离我们比较远 离我们的镜头呢 比较远一些 我们通过脸型呢 就可以断准呢 他身上的事 这个人 父亲健在 母亲去世 从哪看出来的呢 我们说 这个人的头发 比较卷曲 头发 丝发 丝发卷曲 勾母 再加上 再加上头呢 向右偏 定刻母亲 肩膀平起 天文不高 父亲兄弟定一人 就哥一个 父亲就哥一个 两耳贴面 谁家富贵子 此人是一家小型企业的 小型企业的小老板 钱不多呢 也有百万资产以上 没平没尾拉 兄弟四人 定不畅 本人就哥一个 上面一个姐姐 下面两个妹妹 那么过子女关呢 这个人呢 就一个儿子 没有其他的孩子了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就行 一些具体的看法啊 我们给大家慢慢讲 因为给别人看相啊 是一个 非常设计的项目 非常多 我们呢 设计的项目比较多一点 是吧 我们得一个一个的给人家解决 人家问什么 给人家解决什么 不问的时候也要给人家说一下 必要的时候呢 要按照流年顺序进行解答 是吧 给人求他 把每一年发生的事都给人家说一事 给那个求他人呢 一种呢 细致如微的感觉 是吧 每一年的事都给他说对了 这个就非常配分的 这样子 我们呢 从一个人的脸型 是吧 给别人看相是一个设计设计 一个非常设计啊 设计项目比较多点 是吧 我们第一个为了给人家解决 必要的时候也按照流年顺序进行解答 给求他人一种细致如微的感觉 那么我们啊 从一个人的脸型 以及五官特征 气色 就可以断准所有的事 完全可以过三观 脸上的一些纹路啊 小斑点啊 可以不用去考虑 另外呢 安徽相仿 也可以从一个人的走路方式 以及来的方向 去的方向 人身的动作特点 以及说话的声音 都可以断准所有的事 也可以过三观 是这样的 下面呢 我们呢 简单的看几个走向的例子 我们画了一个人啊 就这个 这个姿势的啊 这个人呢 正在 正在走路 如果这个被向的人 是在南方 就是说 他是在站在 就是说这个向师的南边 但是站在这个向师之左 或者突然又向左的行为时 就这个姿势 这个方位 这个特点 这个行为特点 我们就可以断事啊 断出六亲呢 断一些事啊 我们只看就是三观六亲方面的 给大家说几点啊 就可以断出这个人的父亲 兄弟三人 父亲兄弟三人 排行老大 这个人 这就是说他这个人的父亲 这个情况啊 他说这个人的父亲排行老大 有一帝少王 其母 也就是说他父亲的母亲 就是说这个人的奶奶 其母呢 先王 父后王 爷爷后王 这个人呢 爷爷后王 父亲的母亲先王 父亲的父亲后王 就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人本人呢 兄弟二人 排行最小 上面还有一个姐姐 子女方面呢 其人有女无子之命 若有儿子 大多数都是抱养的 就这么一个动作 一个方位 我们就把这些给断住了 你根本不用去看脸 你断住这些事 如果说你看脸呢 那么两者参考呢 更准 但一定要就是说 多方面去考虑 确保我们的结果呢 准确无误 这个人呢 就说这话的这个人呢 在相识的南方 也是在相识的南方 或者向着正南方走去 这个 我们呢 在后面呢 有一张专门就是去讲走向断法 我们呢 在后面呢 有一张专门就是去讲走向断法 去断这个人的身上的一些事 也非常的准确 在学习过程当中呢 如果有需要我帮忙解释的地方 可以直接打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号码是 13785852587 QQ呢 是2385858036 这是这套教程 唯一的联谊方式 如果你在网上看到 其他人卖这套教程 出现了其他的联谊方式 那都是假冒的 请大家不要上当受骗 别学一些错误的知识 我们安徽相法 一直在民间 师徒父子间 口传心寿 就是这么一种相术学学 隐秘极深 门规极眼 历来呢 通常是单传一人 即使其父兄 姐妹 妻子 儿女 与其生活多年 亦难闻得一绝 为发掘 祖国民间瑰宝 以免失传之忧虑 所以才出此教程 让各位一有受益 掌握了安徽相法的 秘法绝招 就可以笑傲江湖 本教程的课程 讲述了父母 兄弟 子女 婚姻 财运 官运 财运官运 学业 事业 学业事业 牢狱灾祸 独家面相 阴阳宅 风水 等断法秘诀 我们呢 想把这些知识点呢 毫不保留的贡献给各位一有 希望大家呢 能够珍惜 把这些知识呢 都呢 贡献给大家 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珍惜 我们这套像法呢 就拿 灰阴断法 就有这么几项啊 就有很多 从手面相呢 断多大年龄 恋爱 触过几个对象 触几个对象 哪一年结婚 等秘诀 断对象 比自己大 还是比自己小的 秘诀 断对象 是自己认识的 还是别人介绍的 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 断爱人身高 长相的秘诀 断夫妻双方 是否犯桃花孕 以及婚姻 能否长久的秘诀 断一个人的父母 是否离婚的秘诀 铁口之段 克死妻子 孤寡相 及克死丈夫 寡妇相的秘诀 铁口之段 离婚信息 即离婚 由男方引起的 还是由女方 责任的秘诀 铁口之段 未婚先同居 即真教 同男同女的秘诀 铁口之段 无子无后的秘诀 还有铁三冠的断法 怎样断你 有两个奶奶 怎样断你 家 坟地有几处 一个坟没有 向口如何 怎样断 洋宅好坏 及周围风水如何 断一个人 是否坐个飞机 出过国 等等项法秘诀 另外呢 还可以断 祖父祖母 谁先去世 祖父兄弟 人数几个 排行老几 父母 谁先亡 我有病灾 应在哪个时间段 的断法 父亲 兄弟几人 本人为排行老几 哪一只人不忘 有无子女的断法 从父一母 从母一父 从山兄弟的断法 配偶是否有病灾 死亡的断法 投胎生男生女 己男己女 有无子女的断法 有无子女的断法 收养过继子女的断法 三代单传的断法 官寡孤独的断法 祖上父母犯二婚 取双妻的断法 听声音官走向断法 外遇 昏灾 车祸 伤灾 牢狱 疾病 破财 生官 逆水伤亡 水灾 喝药上吊 客伤六亲等 断应在哪一年 夫妻双方家 是否有凶死之人 安徽相法的百岁流年图的看法 百岁流年的看法 不是百岁流年图 也不同于普通的相法 普通的相法呢 就是在看流年的时候呢 只看一个部位 比如说 看一个人46 47的时候呢 是看左圈和右圈 看左圈和右圈的气色呀 有没有过损呢 班智啊 文痕啊 黑智啊 来提这两年的吉凶祸福 其实这种方法是非常粗略的 是非常笼统的 而我们的方法是非常零件的 因为我们是在看一个流年 我们在看一个流年的时候呢 有参看多个部位 这些部位互相作用 互相关联 就能断出很多事 不单 能断本人 其他的亲属也能断出来 比如说父亲哪年去世的 父亲哪一年 哪年的流年运气怎么样 父母是做什么职业的 还有 孩子是哪年出生的 以及每个孩子流年运气 以及是做什么职业的 同理呢 其他的六亲也可以断出来 非常灵验 那么首相 还有首相断六亲 首相断风水 掌纹呢 诊病 这些 徒姐实力 首相断父母 兄弟姐妹子女 公为徒姐 父母何时去世 疾病住院治疗 兄弟姐妹个数 兄弟排行老几 几个子女好坏贵贱 断法 夫妻之间相差年龄大小 夫妻犯二婚 三婚 在下的断法 夫妻分居 配偶有疾病 死亡的看法 恋爱情人交往时间长短 有几个人 何年有异性追求自己 或自己追求异性 三角恋爱 女性找有钱的配偶 恋爱感情上当受骗的断法 非常全面 离婚复婚的断法 的看法 何时恋爱交往 恋爱的远近 结婚年龄的断验 如何断配偶 夫妻双方对感情忠诚 因异性交往引起的家庭纠纷 婚后相恋 恋爱线的断法 失恋的相 打官司离婚 找的情人比妻子年龄小的看法 何时创业 参军 参加工作 何时发财 破财 升官 失职 投赦官司 劳益之灾的断法 包括行期长短的看法 继承祖父母不动产 获得六亲相助的断法 工作失误 三角债务的纠纷 首相官职业 银行 财快 金融事业 医生 护士 寻医保健等等 掌握诊病部分 有脏器顾问图解 掌门诊病 断实力图解 掌门十四条线 八种异常病 理文 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安徽相法的 高级实战教程的教学目录 那么第一章呢 是安徽相法 六亲八宫定位图 这个图 讲解了我们安徽相法 断六亲的框架 从一个人的脸上 就划定了家庭成员的区域 内六亲 外六亲 都看得清清楚楚 通过一步一步的知识讲解 能够让我们每个学员 都能够很轻松的确定出 背向人的家庭成员 也就是能看出人家 人家里面呢 有几口人 这几口人呢 这几口人呢 都是谁 这些人的一些情况呢 也都能看出来 都可以呢 都可以断得精细入微 那么第二章呢 是安徽相法 过三观 高级篇 过三观呢 在初级课程里面呢 我们也讲过一些 在这里呢 我们讲会更加深入的 去学习的三观的内容 在这套课程里面 我们将一步到位的 让大家学好 用好 这是安徽相法的核心内容 同时呢 也是作为一名相师 最基本的技能 也就是 我们在预测 一学 一学预测之中的敲门砖 求测人 找我们来预测了 通过过三观 就可以让人家信服 从而呢 为我们的预测 打开局面 所以呢 咱们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学 认真的去领会 只要按照我讲的方法去做 就一定能够运用熟练 我们的目的 不光是过三观 能过去就行 更重要的是 要熟练运用才行 刚口就说 不能犹豫 第三章呢 是五观六亲 神断秘籍 这一章呢 我们讲 讲述了 我们讲述了 断六亲的一个过程 父母 兄弟 子女 还有 姨 婶 姑 舅 等等 嗯 可不说了 有很多 断这些人的家庭成员 以及他们之中 之中的 一些人的情况 第四章是百岁流年 绝妙断法 我们这百岁流年断法呢 和传统的百岁流年断法是不一样的 传统的那种方法呢 太单一 太笼统 用那种方法 你什么都断不出来 而且用 而用我们这种方法呢 可以断出一个人 人生当中 每一年发生了什么事 出现了什么结果 哪一年运气好 哪一年运气坏 好 好在什么地方 坏 坏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断出来 甚至可以断出 事情发生在哪个月 哪一天 哪一个时辰 都可以断出来 不但可以断本人 还可以断自己的亲属 父母 兄弟 子女 以及所有跟自己有联系 没联系的亲属 都可以断出来 他们身上的一些事 第五章呢 是首相 秘诀知识讲解 这一章呢 我们主要讲了一些 首相方面的断法 也和传统的 看首相方法不一样 我们有很多新鲜的内容 你在别的地方 根本就看不到 而且非常的灵验 而且呢 又非常的简单 实用 第六章呢 是安徽相法 走相断法 这一章呢 讲了根据一个人走向 就可以过三观 断六心 断人生运气等等 第七章是安徽相法 五音断法 这一章呢 是讲了根据一个人说话的声音 就可以过三观 断牛亲 断人生运气 断人生运气等等 第八章呢 是安徽相法 断事业财运 这一章呢 我们讲了断事业财运的方法 这一章比较重要 因为看世界财运的人有很多 官问行 负问灾 平民百姓问发财 我们的断法也非常好用 可以断出哪一个人 每一个可以断出一个人的哪一年尽财 哪一年破财 还有就是一个人适合做什么行业等等 断的非常详细 第九章呢 是安徽相法断婚姻绝迹 断婚姻也非常重要 一般的年轻人 包括一些上岁数的人 也比较注重这一项 婚姻对于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我们在断婚姻方面呢 也有一定的绝招 前面我们有说过 婚姻绝迹有什么 比如说 从守面相 可以断出多大年龄恋爱 多大年龄结婚 出过几个对象 断对象比自己大 还是比自己小的秘诀 断对象是自己认识的 还是别人介绍的 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 断爱人身高长相的秘诀 断夫妻双方是否犯桃花 以及婚姻人父长久的秘诀 断来人父母是否离婚的秘诀 铁口之断客死投妻 孤寡相 及客死抽夫 寡妇相的秘诀 铁口之断面相离婚符号 即离婚由男方引起 还是由女方责任的秘诀 铁口之断未婚先通居 即真假同男同女的秘诀 等等吧 所有的秘诀讲的这些秘诀非常多 那么第十章呢 是讲的就是安徽相法断官运密宝 问官运的人也比较多 学了这一章之后呢 我们就能学会看一个人有没有官运 以及官位升迁的问题了 何时升迁何时降值 有没有官灾都能看出来 第十一章呢 是安徽相法疾病断法 这也是一个大项 身体健康最重要 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 学完了这一章呢 我们就能够替人家准确的预测出疾病来 让人家呢 及早的去治疗 转危危安 并且用风水调解的办法呢 替人家消灾解病 造福于人 第二十二章呢 是安徽相法 公明学业断法 这一章呢 主要讲述 讲述的是学历文凭方面的断法 能够看出一个人适合学什么专业 在学业方面有哪些欠力等等 第三章是安徽相法 密传官 密传的官非牢狱诉讼断法 这一章呢 主要看一些口舌官司的断法 生活之中不免有这样的事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 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有冲突 所以这方面的预测也要跟得上 做到准确的为客户预测 并且指导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替人解除危难 第八章是安徽相法断事业财运 这章呢 我们讲了断事业财运的方法 这章比较重要啊 因为看事业财运的人有很多 官问行 富问灾 平民百姓问发财 我们的断法也非常好用 可以断出哪一个人 每一个可以断出一个人的哪一年进财 哪一年破财 还有就是一个人适合做什么行业等等 断的非常详细 第九章呢 是安徽相法断婚姻绝迹 断婚姻也非常重要 一般的年轻人 包括一些上岁数的人 也比较注重这一项 婚姻对于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我们在断婚姻方面呢 也有一定的绝招 前面我们有说过啊 婚姻绝技与什么 比如说 从守面相 可以断出多大年龄恋爱 多大年龄结婚 出过几个对象 断对象比自己大 还是比自己小的秘诀 断对象是自己认识的 还是别人介绍的 是本地的 还是外地的 断爱人身高长相的秘诀 断夫妻双方是否犯桃花 以及婚姻人父长久的秘诀 断来人父母 是否离婚的秘诀 铁口之段 客死投妻 孤寡相 即客死仇夫 寡妇相的秘诀 铁口之段 面相离婚符号 即离婚由南方引起 还是由女房责任的秘诀 铁口之段 未婚先通居 即真假同男同女的秘诀 等等吧 所有的这些点 讲的这些点非常多 那么第十章呢 是讲的就是安徽相法 断官运秘法 问官运的人也比较多 学了这一章之后呢 我们就能学会呢 会看一个人有没有官运 以及官位升迁的问题了 何时升迁 何时降值 有没有官呆 都能看出来 第十一章呢 是安徽相法 疾病断法 这也是一个大项 身体健康最重要 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 学完了这一章呢 我们就能够替人家 准确的预测出疾病来 让人家呢 及早的去治疗 转危危安 并且用风水调解的办法呢 替人家消灾解病 造福于人 第二十二章呢 是安徽相法 功名学业断法 这一章呢 主要讲述 讲述的是 学历文凭方面的断法 能够看出一个人 适合学什么专业 在学业方面有哪些欠力等等 第十三章啊 是安徽相法 密传官 密传呢 官非牢狱 诉讼断法 这一章呢 主要看一些口舌官司的断法 生活之中不免有这样的事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 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有冲突 所以这方面的预测也要跟得上 做到准确的为客户预测 并且指导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替人解除危难 第十四章呢 是安徽相法 断洋宅 风水密法 这一章 主要讲从一个人的面向 或者手向上 断洋宅风水 从一个人的脸上 就可以看出家里面 或者环境周围 有什么东西 哪个地方有树 哪个地方有坑 都看得一清二楚 哪个部位有问题呢 我们就会能呢 指导人家 及时的去调整 才能够把生活的气场调顺 气场顺 则万事通 那么十五章呢 是安徽相法 断洋宅风水密法 这一章主要讲 从一个人的面向 和手向上 断洋宅风水的情况 比如说 洋宅周围的情况 洋宅四周的情况 以及墓里面的情况 还有他家祖坟 忘哪一个人 对哪一个人有好处 对哪一个人有害处 对哪个人有好处 对哪个人有坏处 这些事要知道 知道了这些情况呢 然后才能因地制宜的 去调解 尽量做到圆满 第十六章呢 是安徽相法 密传体相断法 这一章呢 讲了就是说 体相断法 根据一个人的 体貌特征 来断一个人的运势 全方位的掌控 一个人的命运组合 第十七章是 密传各种意外伤害断法 讲了各种意外伤害的断法 包括车祸呀 手术呀 还有什么其他的血光之灾呀 这些灾祸 如果说能提前预测出来 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挽救一个家庭 也等于为人类造福 第十八章是 密传各种气色断法 讲述了从气色上 赚出一个人的吉凶祸福 以及各种事件 快速准确 用眼一瞄啊 用眼一瞄就可以断事 第十九章是 安徽相法 整体相法秘诀 这张呢 整体上归纳了 安徽相法的断验方法 总结出了最有效的 判断技巧 项目独论 只有从整体上去解决 才能万物一失 不会顾此失彼 我们又讲了一些 实际看向的经验 和大家去分享 让大家增长阅历 更好的去为他人服务 这套课程呢 总共呢 就十九章的内容 可以说呢 比较全面 从各个侧面 讲解了 安徽相法的重点知识点 大家学起来呢 也能够融会贯通 举一反三 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我们的教训目录看完了 从下一节课开始呢 我们呢 就开始书归正传 开始讲习 安徽相法的 最实质性的内容 SUSPEC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